李嘉诚次子李泽凯以个人名义 向红管商者阿末提供药费 消息传开后引发网友热议 红管事故发生商者瘫痪在床 李泽皆以个人名义 向商者提供1000万港币药费 但好多网友表示1000万港币并不多 也有网友表示已经很良心了 1000万港币相当于800万人民币 对于香港普通人来说已经足够了 还有网友表示他是给封口费 打算用钱堵住商者家人口 其实没人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故 既然事故已经发生了 最重要是要把商者治疗好 1000万港币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一辈子也赚不到这么多钱 但是对于一个当红武者来说 他们将来的价值是无限的 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况且还是红遍亚洲的偶像团 他们身上的商业价值 也许会搬几十上百背部的 一个艺人只要是瘫痪在床 等于事业也就走到尽头了 所以1000万港币确实不多 相比在其他地方发生意外的人 顶多也只是20来万就了结 所以李大老板确实是非常良心了 况且还是以个人名义给的 所以可以给李大老板点赞 但还有很多网友表示 李老板是在赌商者家人的口 这点钱不能买商者的下半辈子 发生这种事是没人愿意看到的 李老板也是处于好意给商者提供费用 这并不能说是个封口费 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就得先将商者治好 其他的事情可以往后再说 但希望事后大家隐隐为见 不能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了 小伙伴们对李泽接一个名义 给商者提供药费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视频的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见